各位評審老師大家好 我們的題目是 喻喻告訴你 不可不知的調酒配方公式之研究 這是我們的摘要 我們的研究動機是 在二年級有參加過品調的課程 老師也有教我們一些 傳統調酒的動作及比賽的內容 其中我們的兩位組員 也有參加過金爵獎的經驗 雖然雞尾酒的口感 是屬於個人感受的問題 但是我們還是很希望 我們的研究結果可以提供給 對調酒有興趣的大眾及初學者 可以不用花很多錢買很多材料 調酒最初是為了讓人能放鬆身心 而現今則是運用在飯店 作為藝術的表演 在調酒比賽中 最具有國際性的就是屬於金爵獎 國際調酒大賽 在我們的酒類介紹中 我們以金爵獎得獎選手 所使用的酒類 加以介紹有 高粱、莫札克、巧克力酒、香甜酒 我們的研究步驟為 先採用前側溫卷法 再來是資料分析法 再來是浴室實驗、正式實驗 最後則是使用感官評評法 這是我們的結果與討論 在前層問卷中 我們發現指導老師和參賽選手 認為配酒的部分最為困難 在資料分析中 在資料分析中 我們是以第十九屆金爵獎 國際調酒大賽的酒譜 下去進行實驗 再來就是我們發現 那個金爵獎比賽的選手當中的酒譜 之後呢 高中組團條組後 我們找到了葡萄汁 跟柳橙汁、無糖咖啡、柑橘糖漿、櫻桃糖漿、薄荷、香甜酒、咖啡、香甜酒 然後這是金爵獎選手們使用的酒譜 再來浴室實驗呢 我們找出 我們請參賽者跟指導老師 分別投票選擇 果汁、糖漿、香甜酒 和適合的材料 進入浴室實驗 正式實驗呢 我們找出了 高粱酒有W、S、Y、Z四項的公式 白巧克力酒會有A、B、C、D四項公式 再來我們使用的感官品評法 而我們的高粱酒的最後的結果分析 整體性的話 只是由S跟Y最受歡迎 而白巧克力酒的最後結果分析的話 是由C跟D最受歡迎 最後我們的結論跟建議呢 結論的話呢 是比賽選手們會覺得口感跟香氣最困擾 再來我們經由感官品評法之後 我們發現 S調酒跟Y調酒是最受歡迎 而白巧克力酒喝的時候 C調酒跟D調酒 最後建議的話 我們希望學生們可以在調配酒當中 可以先擁有相關的酒類知識 然後呢 請學生們把一些資訊放在酒類上面 給未來研究者建議呢 我們希望未來研究者可以從 把巧克力酒加上葡萄汁的這個組合 當中是發面研究 最後我們 最後很謝謝大家的聆聽